不如开始了,首先多谢各位参加, 小小介绍自己,我1971年自然地理香港大学毕业, 跟着很喜欢去旅行,去旅行都有一个习惯就是做个PowerPoint, 有三个目的,第一个就是作为自己旅游的一个记录, 和团友可以分享,第二个就是说有些朋友想去这个地方, 可以给他们未去之前作个参考,第三个就是很多地方, 很多人都想去,但因为种种原因就不能去的, 现在还加上疫情,所以希望如果是看下这个, 当去好了好不好? OK,继续,今天讲的有五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就是背景资料, 跟着就是历史进程,就是由他有人住到现在, 跟着宗教在伊朗是非常重要的, 包括天教,就是拜佛教,回教, Orphodox,会讲一讲, 第四就是波斯和中国的关系, 这个是历史悠久,就是由汉潮已经开始, 会cover。 OK,好,最后就讲讲今天的伊朗, 首先就是这个背景资料, 伊朗在哪里,伊朗在中东一个国家, 或者叫做西亚一个国家, 围着它有巴基斯坦, 阿富汗,土耳曼斯坦, 阿美尼亚,阿塞拜疆, 伊拉克,和科威特, 隔了一个Persian Gulf,就是沙迪阿拉伯, 这是它的地理位置, 这个图就是那些主要大城市, 大家看到首都德克兰在北部, 最大的港口是Banda Abbas, 就是在Persian Gulf, 其余那些历史首都,Persipolis那些全部都在, 在那里, 那迟些呢, 就是在那里, 就是在那里, 在那里, 就是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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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Topography, 那个地形, 那跟伊拉克很不同, 伊拉克是一个充值平原, 平到不得了, 这里就是岩蚱到不得了, 基本上是一个高原来的,就是三面都横山,左边有一个叫做Sagros Mountain, 北边就有另外一个叫做,这些名字不知是否这样读的, 它有一个E字在这里,叫做Labros Mountain, 还有两个沙漠,很多人都不知它有沙漠的,图那里可以看到, 有两个海岸线,一个就是Caspian Sea, 另外一个就是Persen Gulf,平原的地方可以看到真的很少, 这两个海岸线旁边有些平地, 那这个图可以更加表现到它有多确实, 所以你说美国佬去打它是难很多的, 那些山的情况略略看看, 这个就是西边边境那个刚才说的Sagros Mountain, 最高都很高的,有成四千多米, 那些岩石来说,主要是Limestone,Dolomite, 那些山与山中间有很多这些很狹窄的河谷, 另外北边那个,就是Caspian Sea之前的山脈, Eppos Mountain,也都很高的, 最高的有成四千米, 对,不是很多树木了, 那这个就是过这个Eppos Mountain的时候的景象, 很厌寒, 那最高点就是有一个堡垒的, 这个堡垒应该就是阿拉伯人去攻打波斯的时候, 攻了几年才能攻得到的, 因为它在那个很险要的位置, 那另外两个沙漠了, 一个叫Cover Desert, 就真的很多沙, 那另外一个叫Loot Desert, 那这个是旅游景点来的, 不过是热到飞起,可以70度, 那有些四驱车你可以去四围看, 对,就是很特别的, 那真的特别的, 怎么过啊, 不过的了, 只有一个看字的, 那就是玩这些四驱车, 那波斯湾, 波斯湾, 我们弟弟那些独地理都叫波斯湾, 但是自从美国和伊朗交互了之后, 他们的地图都改了, 叫做Arabian Gulf, 那很小气, 那海岸线很靓的, 那就是, 另外一个就是北边的那个, 旧时叫做吕海, 现在又叫做李海, 那这个究竟是海还是湖呢, 就是拗餐死的, 为什麽呢, 因为它的水就是咸咸的, 是海水的三分之一, 那如果说尺寸呢, 是内陆的一个水体是最大的, 是内陆的一个水体是在海岸线的平原, 天气是最好的, 所以很多别需的, 它也都有些很特别的风景, 譬如那些彩虹山都有份的, 天气就是整天都热又干, 那这个冬天是冬的, 是比较短的, 因为刚才你看到地形, 它有很多山的, 所以在山上那边也是很冬的, 落雪的, 那如果你看回这个, Eran Climatic Zone, 你可以看到蓝色的地方, 中年都是几冬的, 那这个橙色的, 就是两个沙漠的地区周边, 很奇怪呢, 在南部, 就是波斯湾那里, 其实很热的, 一个干热一个湿热, 因为有一个山纳在那里, 最好的地方就是绿色的, 你刚才说过就是岳海边的地方, 所以这么多人在那里, 建别墅, 那那里有什么问题呢, 天气方面呢, 就是那些沙暴, Dust Storm, 其实很厉害的, 因为有两个沙漠, 伊朗政府每年都要花了很多钱, 去整治, 现在可以看到2014年, 有一个很大的沙漠风暴, 整个德克兰的电视塔都遮住了, 那个电视塔是436米的, 很厉害的, 这个就近一点了, 2019年, 这个就是Yas的城市, 一个Sand Storm, 这个城市根本就在沙漠旁边, 一来就, 哇, 几恐怖, 那说回我们, 我们最重要是什么时候去呢, 最好去的时间呢, 就有分两个部分, 一个是3月至5月, 一个就是9、10、11, 最适宜我们去旅游, 那地质, 大家都听过板块理论, 地质上面呢, 伊朗刚刚就是两个板块的交叉点, 一个就是欧亚板块, 就是Eurasia, 另一个就是Arabian Plate, 那Arabian Plate呢, 就是插进去欧亚板块, 就是叫做Subduction, 插进去之后呢, 就两个结果, 一个就是制造一些山脈, 刚才那个Sagros Mountain, 也都擠了两个火山出来的, 另外呢, 整个伊朗被它抬高了, 所以是一个Platool, 那就是, 火山呢, 就两个, 那这个呢, 整个人说是搬错地方, 好像Fujiyama那样, 那这个火山呢, 亦都是伊朗最高点, 5600米, 亦都是亚洲最高的火山, 那另外一个火山矮一点, 这个就是3500, 那有这样的, 地块的冲撞, 一定有地震, 其实很惨的, 由1900年到现在呢, 已经有126000人死了, 因为地震, 随便插两幅图, 一个就是, 四五级地震, 由1963至2002那个密度, 那大家可以看到, 包括整个伊朗都有机会的, 那隔离那个呢, 那些发生地震, 而杀死了1万至3万人的地方, 那, 举例呢, 这个就几严重的, 一个城市叫Balm, 这个Balm是2000年历史的一个古城, 以前是旅游景点来的, 在2003年全部搜了, 是了, 那这个就是前后了, City before, City after, 现在没得看了, 没得看了, 那近一些, 2017年都做过一次的, 就是7.3, 那都死了几百人了, 有辣有不辣的, 就是上帝很公平的, 有这么多, 又天灾又干旱又什么, 那就会送些东西给他, 那在这个板块活动的堆积之中, 就做了一条叫做Sagros FTB, Fold and Fuss Belt, 那这个Balm有什么作用呢, 就擠了地下的石油出来, 石油和天然气, 那如果是说石油呢, 伊朗是世界第四, 天然气是世界第二, 那是很重要的, 政府的收入, 百分之四十五都是靠这些东西, 那现在当然没有了, 被别人买了, 大大陆买的嘛, 开始好了, 那所以你看这个策略一路上去, 就下了来的, 那现在希望又上去, 那那个球, 除了这个石油之外呢, 就伊朗是, 第一是星, 第二是Copper, 那这个有什么历史的重要性呢? 星加Copper是什么? 黃銅, 所以就跳级了, 就是由Copper age到Bronze age, 就是在这里, 送回给他, 那这些是好东西, 那还有一些好东西是伊朗才有的, 第一个就是沉鱼子, 沉鱼子在Caspian Sea有六种的, 其中三种是世界有名的, 就是叫Essetra, Saruga, 和最出名的Beluga, Beluga, 是大之法来的, 哈哈哈哈, 吃光了, 以前也很多的, 一百三十吨, 现在因为捉得太厉害, 越来越少, 而且也有乱户, 现在政府是有限制的, 但是很难限制, 因为那个价值实在太高, 所以那些人通过种种手法, 也都是很公道的, 整个Caspian Sea, 这些沉鱼很喜欢游到伊朗那边, 因为那里水深, 冬了, 就是世界第一了, 第二个世界第一就是Saffron, 番红花或者藏红花, 其实这个是一个花蕊来的, 就是红色的部分, 但是用了之后就变成了黄色的, 又很香的,又很漂亮的, 全世界百分之九十五都在这里来的, 第三种开心果, 又是世界第一了, 就是一年是年产四十五万吨, 那这些店铺通街都有的, 就是可以在街边那里买的, 那还有一种就是水果, 水果Promagarin, 就是石楼, 石楼世界第一, 世界第二, 第一是谁? 记不记得? 伊拉克, 上一次说了, 到他第二, 然后第三就是Fix and Cherries, overall 8-10, 所以水果对他来说很重要, 还有玫瑰花, 玫瑰花是伊朗的角花, 玫瑰花也可以做一些玫瑰水, 它们叫Golab, 那我们做什么呢? 我们可以做雪糕, 一个flavor, 或者是漂亮, 还有波斯地毯, 还有波斯地毯, 因为伊朗人, 其实原本是柔木民族, 它们是住池, 所以要吸地毯, 地毯就叫做Mobile Flooring, 现在有140万人, 在伊朗做这个工业, 现在去伊朗, 巴勒你要看这个Carpent Museum, 不是很值得的, 我都弄了一张, 哇, 贵中? 不是很贵, 就麻烦就是, 你不能用Credit Card, 噢, 是呀, 它被美国封了, 那它们都想了办法, 就是你弄了卡, 但是那个卡, 弄卡机呢, 其实是Covic的, 噢, 然后它就寄回去Covic那里, 那里埋售, 那会不会说, 它要收到钱先寄给我, 那都要等成两三个月的, 但是都值得的, 值得的, 那上一次说, 伊拉克这一带, 都很崇尚这个Tree of Life, 那它们很多的设计都是Tree of Life, 我遍你会用咪, 我那边, 很吵, 50% 不用咪, 听不听到? 听到, 哦, 好,不用, 那, 另外一个, Unique的波士猫, 以前是皇帝用的, 一六二零年, 就传入了欧洲, 接着去美国, 接着不得了, 那现在慢慢的声音了, 那伊朗的, 叫做National, National, National, 叫做什么, 運动, sport, 读都不会读的, Palivani and Sukkana, 以前呢, 就是用来训练军队的, 那现在就不是了, 现在变了sport, 那开始是扩散了, 现在美国都很流行, 但是很难玩的, 即是没有那这样的大樽, 木樽, 重到飞来, 是这样的, 好痛啊, 那没有木盾, 没有铁链, 另外就是, 叫什么, 马球, 马球呢, 很多人都争着说是他们发明的, 但是, 根据那个, 有文献记录呢, 马球的例, 的例呢, 就是波斯最早的, 那所以就算了, 就当是他了, 那另外这个, Begamon, 又是拗争猛的, 不过始终都是说, 又是些例呢, 波斯的文献最多, 就当是他了, 好, 那接着就是那个人, 人, 人种, 那我们现在叫 lunch experience, 吃饭 Evanius, 粗集日本包括几种的人, 都是Eranian, 第一个就叫波斯人, 就占61%, 第二个是阿塞拜疆人, 又是16%。 第三个是Kurt, 富以德人, 百分之十, 跟着落里斯6%, 跟着有Arab的之旅, 那这些人09, ис拗泠好在隔离里, 所以刚才我们说的, 国家那些努力有关系,伊朗白色全部都是波斯人, 蓝色那些是阿塞拜疆标过来的,黄色那些就是Kurt, 绿色是Nori,紫色那些就是Arab。 什么叫波斯人呢?波斯人说他们自己是阿里安人的后代, 他们信到十足,1935年连国家的名字由波斯改了做伊朗, 伊朗其实是The land of the Arians, 阿里安是一个高贵的民族的意思, 其实就是讲在伊朗讲波斯语的人, 如果是讲那个语系来说就是Indo-European origin, 就是欧亚语系,欧亚语系又怎样来呢? 就是在铝海以北的草原那里开始是繁养, 接着来由4000-5000个PC一路扩散, 伊朗人很漂亮的, 即是白种的,以前是叫高加索人, 现在不能讲这个名字,高加索是种族歧视, 但无可否认真的很漂亮。 他们在紫色的地方,即是刚才讲的Catsbyan Step那里, 这些语系来说, 就完全跟Arab无关系, 所以你去到不要说他是阿拉伯人, 他很生气的。 那去了哪里呢? 这些战组就是四围擠出来, 再深入一些, 就变了很多个民族, Slavic就是斯拉夫语族, 日耳曼语族就是北欧, 德国那边, 再来罗曼就是Latin, Roman, 再来希腊语系, 而蓝色那部份就是Arian, 就是这样做出来。 这个要略解一提, 德国佬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前, 说他自己都是Arian, 因为Arian是Nobal, 他要用这个正确, 他德国人在日耳曼民族之中, 或者是印勾语系之中, 是最好的, 最高等的, 所以有权去侵占和管理, 所有其他人, 有一个藉口, 他们最纯粹的阿里安人, 就是金发蓝眼睛, 这个语来说, 其实没什么关系, 只有个知识。 波斯人, 现在讲什么话呢, 叫波斯语, 波斯语一般叫做法士, 在伊朗里面, 大概有一半人讲这种语言, 这是第一种, 第二种就是阿塞拜疆人, 都很漂亮的, 占了12.8个million, 16个percent, 他讲的什么话呢, 他讲的叫Turkite language, 是突掘语系, 但不是equivalent to Turkey, 即不是土耳其人, 如果你说他是土耳其人, 也不喜欢, 因为突掘语系其实很大的, 突掘语系包括红色的土耳其, 也包括我们新疆维吾尔族, 亦都包括在伊朗里面的阿塞拜疆人, 是一个语系来的, 第三种是富尔德仁, 富尔德仁是很凄惨的, 在伊朗只有8个million, 10%, 但其实它的组率很大, 是有三千万人, 在哪里呢, 伊朗以外是伊拉克, 土耳其, 敘利亚, 就以前在第十世纪的时候, 已经是有独立的语言, 独立的宗教, 独立的文化,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土耳其被打败, 国联都说给它独立的, 但没有兑现, 所以到现在为止, 一直都是争取独立, 早几年以来有些机会, 因为它帮助美国佬打ISIS, 但现在美国佬啪声走了, 就有点兑现, 是很无道德, 现在很惨的, 富尔德仁, Loris都不错, 这个都是欧亚语系的, 阿拉伯虽然少, 说明是和伊朗波斯人不同, 他们另外一个语系, 叫做Semitic Language Group, 即是闪含语系, 就是在阿拉伯半岛标上来的, 闪含语系包括阿拉伯人, 包括犹太人, 包括肥利基人等等, 这个就是anthropological的界别, 如果是圣经的界别, 就是为何叫Semitic, 闪语呢? 因为说罗亚有三个儿子, 其中一个儿子叫做阿森, 阿森就生儿子, 生儿子就生了这个Semitic出来, 这是宗教的来源, 还有一种, 刚才图没有的, 就是很惨的, 阿富汗, 波斯旁边就是阿富汗, 所以就很多人走了过去, 到目前为止已经80万, 现在在阿富汗流离失所大概有300万, 走去哪里呢? 即是这里方便, 即将来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讲完了, 到历史了, 这个是一个非常简化的伊朗历史, 由一万年开始有人住, 接着有些叫埃兰族的, Ellamite Kingdom, 这个有成2000年, 接着有米迪人, 密尼, 大家都很熟悉的, 阿贵兰族的, 阿贵兰族的, 接着那些就被人侵佔了, 接着就是希臘佬走了, 侵佔了他, 即是亚历山大, 接着他又复国, 接着是帕兰族的, 接着是圣族的, 又被人侵佔, 今次是阿拉伯的Islamic Conquest, 完之后又复国, 但不久了, 接着被土耳其人冲进来, 土耳其之后都未够惨, 是蒙古来, 杀人无数, 接着又再复国, 是Savaniq, 这个很难读, Asharit, San, Qajah, 接着是巴列维, 又到摩登伊兰, 第一次第二次Islamic, 如果你看, 整个历史四千多年之中, 大概有五分之一被人侵佔, 没有伊拉克那么惨, 但是都很惨, 不过他这些人很强硬, 即是可以保留他们很多culture, 由最早开始, 一万年新石器时代, 住哪里的人多, 就是Catsbynsey, 那里最好住, 又平, 天气比较好, 慢慢就扩散, 扩散到其余的, 现在伊朗的地方, 形成不同的种族, 都是伊朗人, 这些是他为止, 到三千个B.C.的时候, 伊朗第一次有一个国家的出现, 就是伊拉米, 伊拉米在哪里呢, 就是波斯湾, 伊拉米在这个地方, 他旁边就是什么呢, 就是Mesopotamia, Mesopotamia就包括Samurai, Suma, 再上是巴比伦, Arcadia, 而伊拉米经常跟这几个国家, 又友好又打仗, 即是有Trey之类之类, 他有几个period, 这些可以慢慢去看, 直至到六四六个B.C. 就是被Mesopotamia里面的阿朔人, Assyrian, 攻陷了, 灭了国的, 这些是那些挑剖, 即是说他那时的惨法, 他有两个首都, 其中一个叫做Suma, 这个就是上一次讲过的阿斯利亚的王, 阿斯利亚的灭了Suma的情况, 即是不止什么都抢了, 还连祖宗山坟都挖了, 即是那时是很残忍的东西, 那些皇帝被他捉了, 当然是租资了, 他有些什么留给我们看到, 就是Elema Writing, 他有自己的文字, 一直慢慢演变, Elema这个名字其实不是他自己的名字, 就是Messopotamia那些人叫他的, 他自己另外叫的叫Hotanty, 可以在Museum看到的 德克兰的国家博物馆, 有些这样的东西, 越做越漂亮的, 这个British Museum, 他们最拿手是什么呢, 就是叫Meterology, 野恋, 刚才说过, Copper加天, Bronze, 很多Bronze Square, 越做越漂亮的, 跟着就除了铜之外, 就是金和银, 这些全部都值得看, 不过很多都不在伊朗, 很多都在英国, 这些他的神, 金人, 这个是去到巴黎, 金杯, 金和银, 有纺绩之类, 他留回来的硬件就是Sousa的城市, 因为刚才说, 打到他很残, 没有什么看, 就得回这些废墟, 都可以去看的, 漂亮的那些都不是没有, 但都被人执了, 拿去其他地方, 他的那些杯子, 他都有这个叫做塔庙的, 即是叫做Cigarette, 这个是其中一个塔庙, 是旅游景点可以去的, 这个塔庙, 塔庙復原就是这样的, 现在就是这样的, 还有天气这么久了, 即是几千年, 他是用泥砖建的, 即是不是很耐用的, 所以里面是什么? 里面是没有东西的, 即是这个塔庙, 是没有的, 他的目的是什么呢? 就是要跟神接触, 一定要去天, 一定要临高, 临高一直临, 临到顶, 就会建一间庙, 但那间庙不是用来拜的, 那间庙他们相信, 就是神下来的时候去那里住的, 不是普通人可以去的, 是那些祭司, 皇帝可以去的, 因为神在那里住, 所以很稳定的, 所以很多人的有钱人, 将贵重东西, 帮回屋契, 金银珠宝, 就放在那庙那里, 所以考古的时候, 就专来挖这些庙, 就挖到那些东西了, 这个就说, 就是一个脚印, 那时一个公主走过, 印一印, 现在是景点了, 另外这个庙, 就没有那么漂亮, 但是还古老, 就是三千个B.C. 即是五千年, 五千多年, 现在是, 就是复原, 这是第一代的, cigarette, 他们要建, 就要建一个ramp上去, 将那些东西慢慢搬上去, 那时又很差的, 要很长, 那后越做越好, 就不用那么多, 还有这些在那里挖出来的东西, 这个, 伊拉米讲完, 就二千年过去, 跟着到Midian, Midian那些人叫Mids, Mids, 其实有六个种族, 它在哪里呢, 就在伊朗的北边, 即是红色三角那里, 就在南边, 在这个地方, 现在六个种族, 合併, 就变成了一个国家, 但是经常被隔离, 谁是阿朔人去打他, 直到什么呢, 直到尼布格尼撒, 做了巴比伦王之后,